我們現在做的是這個Multi-Face 多個項面的 拍攝我是學材料科學學很差的 不過就為了想要學這個推廣這個軟體 所以這Multi-Face Deflation的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Volume-Face Deflation 又回到上面了 好那我們開始來做一下好了 我們從頭做到尾 因為它有一個範例就叫Multi-Face 我們開啟它 這個是適用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View 這個就先Reflection List 我們就先不要 那這邊可以看出來它只有兩個 這是其中一個 那重要的就是把這個 堆疊起來來看 那我們就是Ctrl這樣把它弄進來 這樣就可以堆疊了 OK 那再重做一次 不管你是這一個要把它放前面還是放後面 這我記得是可以移的 那你就是把另外一個 直接拖曳過來 那這邊你可以 那這邊你可以 我不曉得啦 我們可以試看看 那能不能把這個 不同的 不同的 你針對不同的 你做 做它的顏色的 那你可以把這個兩個 來做一個堆疊的比較 那到底 到底這個 如果把它移動 到底能不能把它放在一起 好像也是可以 也是把它可以 這邊就有兩個系統 記得就是要按Ctrl 這樣就可以堆疊在一起 那這個 到底能不能PowerRain 也在一起 那這個我也有PowerRain 你看看 然後這個PowerRain 用Custom 那我們來 來看一下 那個透明度 能不能把它改一下 我覺得好像是可以 然後把這個 透明度把它降低 然後再把這個拉過來 應該好像是可以 那我們這一個 MultiFace 疊合的重疊就做到這裡 如果做錯了 不要過來打我 對不起